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说呢 最近有个inwork 民调 他的调查结果显示 就是 安华的女儿Nuru 比她老爸安华更加受欢迎 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呢 如果马来西亚人要选 安华做首相的话呢 马来西亚人呢 会更加喜欢选她的女儿Nuru做首相 大概是这个意思 OK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个民调结果会如此 OK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呢 安华呢 虽然说他比马哈跌年轻很多 但是基本上人们对于安华的定义 是跟马哈跌是同一个时期的 他们都是同一个时期的产物 只不过呢 马哈跌是相当老了才做首相 然后安华是很年轻的时候 就做上了副首相 基本上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 所以他们年龄差距很大 OK 就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 你想想安华做副首相 已经是90年代的事情了 那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了 30年前的副首相 所以呢 这么多年的时间下来呢 这个安华身上啊 他那个啊 时代的包袱啊 真的是太过重太过重了 而且不只是时代的包袱 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政治包袱 真的是太过重了 也许你说安华是一个得高望重的政治领袖 但是有没有想过与此同时呢 不喜欢他的人也很多 他做过不对的事情也很多 就是他过去不好的记录也非常的多 所以相比之下呢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呢 其实安华还会是人们的第一选择吗 你们自己想一下 而且我要说而且 重点来了 就是呢 老实说 安华呢 在最近呢 这几年来呢 他各种各样的决策呢 都可以说是相当的奇怪 啊 怎样说奇怪呢 就是呢 你完全猜不到 他到最后会做这样的决策 然后这样的决策 并不会对整个公正党跟西联带来好处 啊 其实是往更坏的方向去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决策 啊 是为了他打个人的小算盘呢 还是为了整体没有人知道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啊 所以总的来说呢 你要现在的人 啊 很真心真意的选安华去做首相 其实是蛮困难一下的 啊 一个是他以前一路走来 所背在身上的政治包袱 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最近 这几年来他做过种种错误的决策 所以呢 你要让马来西亚人啊 很相信他 很认同他做首相 其实是距离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远了 啊 而且 以此同时呢 啊 啊 我们也无可否认那一点就是呢 啊 广大的马来民众呢 其实 很少支持公正党啊 不过主要原因还是在行动党啊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啊 马来人恐惧华人跟行动党所以呢 公正党跟行动党是一起的 所以不支持行动党也不支持公正党 这是主要原因 所以我先说咯 马来人也不会支持公正党也不会支持安华座首相 至于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其实也不见得非常的支持这个安华座首相 通常你问华人知不支持安华座首相 华人通常会问你一个问题哦 有更好的选择吗 啊 所以现在更好的选择来了咯 更好的选择就是他的女儿 其实我个人认为奴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为什么 我刚才说安华有两大问题嘛 第一大问题就是他前期一路走来的那政治包袱 就这一点奴路就完全没有了 奴路是后期才上来的 所以他爸爸那种政治包袱他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他干净 第二就是安华后期呢 他作为这个西联的公主啊 各种各样的政策上的错误呢 这个也不管奴路的事啊 奴路没有拿过大权 所以呢他没有机会做错事 啊 所以呢 与此同时呢把安华跟奴路比较的话呢 人们会觉得可以给奴路一个机会 安华已经试过了感觉不大理想 但是奴路或许不错呢 啊 OK 然后整体上来说呢 奴路的形象的确是不错 啊 所以呢 你现在给全马来西亚人啊 做一个选择的话啦 你要奴路还是安华 人们当然是要奴路啦 各方面都比安华强啦 是不是 OK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可能要探讨另外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其实是在性别上 你要说这个世界 这个马来西亚这个社会呢 要完全做到没有性别歧视 那是骗人的 怎样都是会有的 OK so 现在我们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马来西亚人尤其是土著 马来西亚人是否能接受一个女首相呢 啊 这是一个问题 啊 OK 我告诉你啦 即使啦 是啊 号称最民主最开明的美国 啊 美国 到了 欧巴马 欸 到了特朗普 欧巴马 啊 这两个首相的是 欸 这两个总统的时候啊 都有延伸一个问题 就是呢 他们都不能接受让希拉利做总统 美国 整两百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女总统 黑人总统都出现了 但是女总统还没有出现 也就是说 美国人宁可接受一个黑人男总统 都还没有准备接受一个白人女总统 啊 这是事实来的 你看 以前欧巴马跟这个希拉利 两个竞争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欧巴马胜了 然后后来啊 希拉利成功做到总统候选人了 他跟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 希拉利又输了 特朗普又胜了 啊 所以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真正的白人女总统啊 你想一下啊 ok 然后你想像我们马来西亚是否 我们华人肯定没有问题 华人跟印度人要接受这个 努努女首相绝对是没有问题 这个我打保票 但是广大的马来民众呢 未必有这个心理准备了 我告诉你 你看现在我们的政客 绝大多数还是以男性为主 女性呢只是可以说是相当的象征事了 啊 ok 但是啊凡事的都有例外的啊 你们看一下我们隔壁的国家 印尼 印尼同样是一个回教国家 而且印尼的回教图的比例比马来西亚还要高 啊想象不到嘞 啊 马来西亚讲是一个回教国 但是马来西亚的回教图比例啊 没有超过70% 但是印尼的回教图比例是90%以上啊 挺好啊 ok 但是印尼啊出现过女总统哦 啊还记得Megavati吗 苏卡诺的女儿当然她可以当上女总统 主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她是国父苏卡诺的女儿 但是不管她是谁的女儿都好 她的确是一个以女性的姿态做上了印尼的总统 虽然是非常的短暂 但是就算是印尼这个90%以上回教图的国家 也曾经接受过女总统啊 啊我们现在看回马来西亚 是否马来西亚的那些土著回教图也能接受女首相呢 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啊 毕竟呢奴露的妈妈 也就是安华的老婆旺姐 啊也做上了马来西亚第一任女性副首相啊 啊这个也是破天皇破纪录的啊 啊所以可能奴露会做第一个首相呢 啊但是前提是以西联要生啊 你西联要打败国阵先啊 okok我现在说一些未来的东西了 未来的东西就是呢 老实说如果啦安华啦 现在啦他彻底的退休啊 他把他的衣钵传给这个奴露的话 啊我相信啊对于西联整体的那个名望啊 啊其实是应该是会提升的啊 原因我刚才已经说了奴露整体的形象比安华好啊 他做上去的话会给很多人啊重新对这个西联有希望啊 那些可能已经半路放弃掉西联了可能会突然间看到奴露 可能突然间西王会回来了啊 会有这种加分的效果绝对会有 我对你打包票如果奴露取代安华的话 对于西联对于共产党加分的效果是一定有的啊 只不过呢我们说回现实一点啊 安华你看他是不可能退位的啦啊 怎样都不可能退位啦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讲爽的啊 ok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拜拜